你要跳一些让男生很尴尬的动作 要是那个男生还是不肯走的话 学某一个动物 相信各位女生朋友 一定都有遇到被男生搭讪的问题 那今天要是你不想被男生搭讪的话怎么办呢 没关系 今天就要来教你们如何不被男生搭讪的教学 假设你今天在夜店 你今天只是单纯想要跟姐妹出来 relax 放松 然后听点音乐 喝点小酒 这时候突然有男生跑过来搭讪你怎么办 首先step 1就是口头警告 你可以跟男生说一些他们不喜欢听点话 或者是一些需要负责任的话 比如说我怀孕了 我今年16岁 我想要怀你的孩子 我有22个小孩 我有艾滋病 我们结婚吧 我下面有一根 要是这样男生还敢不走的话 就要进行到第二步骤 step 2就是脸部警告 你的脸要表现得很嫌弃 很不喜欢这个男生 这时候就会让男生意识到说 啊 这个女生好像不怎么不怎么喜欢我 他就会离开了 那脸部表情要怎么做呢 大概就是像这样 要是那个男生还是敢不走的话 你就一直维持这个动作 直到那个男生离开为止 要是那个男生还是敢不走的话呢 第三步骤 step 3 step 3就是舞蹈 你要跳一些让男生很尴尬的动作 就会让那个男生觉得 呃 这个女生怪怪的 这个女生是一个怪咖 就会远离你了 怎么做呢 大概就是这样 你要是真的很讨厌这个男生的话 可以step 2跟step 3混合在一起 就会变成这样 要是这个男生还是敢不走的话呢 step 4就是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 大概像这样 就这样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 直到那个男生走为止 要是那个男生还是走不掉的话呢 你就第三步骤跟第四步骤混在一起就好了 要是那个男生还是不肯走的话 他反倒觉得你很可爱的话 这时候就要进行step 5了 第五步骤是什么 就是装猛人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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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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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是最后的最后 那个男生还是死长安打 不肯走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男生是可以嫁的 你可以嫁给他了 因为这个男生可能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要不然就可能他有点问题 对 好 那么以上就是防止被男生搭赛的教学 希望大家可以活用 然后呢 有心得可以跟我分享 OK 拜拜